其實我很小時候已經很想承認一個設計師 那時候可以說為什麼我會想承認設計師 是因為我畫畫又不太漂亮 應該成為一個畫家 於是讓我發現有漫畫 就是不用畫那些東西這麼真 但是讀完漫畫課程之後 我發覺其實要承認一個漫畫家 也不太好 還有我自己本身都是一個很喜歡立一些東西去解決一些問題 後面慢慢認識了平原設計 那讀完漫畫之後 就發覺跟我自己一直來的想法都很像 直到真的得了業 真的 become a graphic designer 之後 就發覺真的 以前找的所有的東西是很密合的 所以以前我是每一天上班 我是一打開門我就自己笑出來 就是覺得不會這麼凹凸都很有感覺 就是很開心 就是很知道自己這個存在的 好像是一個忍了很多年的一個東西 突然間是願望成真 唯一的一個分別就是以前 其實就未必有這麼多一些技術的東西 但是現在可能就 以前的想法不是 以前的設計可能就想得簡單些 可能一些印刷術 一些印刷的東西 但是可能在現在這個年度 也都需要照顧一些 一些網絡的方法 那我想除了這些東西之外 大部份我以前遇到的這個問題 應該是都對焦了整個三個版本 會有的 可以 很感謝 給我 身為 有 威脅 你 有沒有 感谢观看